妻子买彩票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 我们今天案件的主人公是一对夫妻 因为彩票中奖这个好事竟然闹起了离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案件 2015年5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 王鹏和夏小燕夫妻正在家中看电视 突然丈夫王鹏就蹦了起来 她激动的指着电视机对妻子中奖了 夏小燕有些不解的看着她 只见王鹏拿出了一张体育彩票 指着正在播出的彩票开奖画面 说你买的彩票中奖了 夏小燕这才吃惊的睁大了双眼 王鹏告诉她 说我上午去买菜的时候 从你钱包里拿了零钱 发现里面有一张彩票 就是这张彩票 现在中奖了 说着她上前就抱住了妻子夏小燕 兴奋地叫道 老婆咱们发财了 夏小燕脸上的表情还是有些尴尬 不相信地问 珍重了 她仿佛这不像是真的 但是看到丈夫如此的兴奋 夏小燕最后也迎合着开始了微笑 王鹏一算奖金有二十多万元 她马上就掰着手指头开始安排用途 可是夏小燕心里还是觉得有点不牢靠 她说这钱是意外之财 咱们还是不要用吧 王鹏听了以后不以为然地看着她 这是你拿钱买的彩票 又不是捡来的草票 为什么不能用 夏小燕听了以后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王鹏就做主道 咱家正好要换房子 就用她来买房子吧 接下来一段时间 丈夫王鹏天天沉浸在中奖的喜悦当中 而妻子夏小燕的表现却很反常 她不但没有丝毫的喜悦 反而显得忧心忡忡 不久 王鹏就拖着夏小燕去把奖金领了出来 然后把奖金全部用于购买新房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房子买好之后竟然惹来了一场官司 那是房子买好后的两个多月 夏小燕的姐夫就给王鹏打了电话 问她家房子买好了没有啊 王鹏高兴回答说买好了 姐夫啊马上就问 借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呢 王鹏是一头雾水 我家什么时候向你借钱了 姐夫一听啊立刻就不满了 你不要赖账啊 我买彩票中奖的钱 你们家买房子借走了 现在我要投资买股票 你们赶快把钱还给我 王鹏一听啊顿时火冒三丈 我赖你什么账啊 那是夏小燕买彩票中的奖 是不是你想发财产生幻觉了呀 原来啊夏小燕的姐夫受过工伤 她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脊椎骨和神经系统啊 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她的腰部以下是没有知觉的 天天以轮椅为伴 所以夏小燕的姐夫为此啊 天天是怨天尤人 每天都和夏小燕的姐姐生气 拿她的姐姐当出气筒 所以王鹏知道她这个老婆的姐夫 是脾气暴躁 现在突然又让她要什么 买彩票中奖的钱 把自己妻子中奖的事 当成了她中奖了 你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所以呢 王鹏才说出了上面的话 说她想发财产生了幻觉 姐夫听了以后啊 就警告王鹏 如果你们不还钱 我就打官司告你们 王鹏啊 听后冷笑了一声 随你的便 妻子夏小燕下班回家以后 王鹏就把姐夫打电话 要钱的事跟她说了 然后还讲 我觉得她现在的神经啊 有点不正常 夏小燕听了以后啊 马上应道 肯定不正常 你想想 她听说咱们中奖了 就当成她中奖了 你说这能正常吗 回头啊 我把这个事和我姐姐说说 王鹏啊 原本以为这是姐夫的恶作剧 很快啊 就忘了这件事 但是她没有想到 十几天以后 她竟然收到了法院的传票 告她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妻子的姐夫 姐夫在书状中称 夏小燕将自己中奖的彩票拿走 然后和王鹏一起 把奖金领出来购房 经过原告的多次催要 被告一直不还钱 还否认买房借款的这样一个事实 为此啊 要求他们返还奖金26万元 加上利息 并且还要承担诉讼费用 收到法院的诉讼文书了 这王鹏不敢再轻视了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妻子买彩票中的奖 为什么姐夫跳出来说 妻子把他中奖的彩票拿走了 这张彩票背后 到底有什么蹊跃呢 面对丈夫王鹏的询问 夏小燕承认彩票的确是姐夫的 王鹏不相信呢 她的彩票怎么在你这儿啊 妻子夏小燕始终不肯交代原因 这让王鹏开始怀疑 妻子和姐夫之间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她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 为此啊 她向妻子夏小燕离出了离婚 夏小燕的姐姐听闻二人要离婚 赶紧上门调解 事情的真相也终于浮出水面 孪生姐妹调包计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于是王鹏就仔细回想了彩票中奖的那天的情况 妻子夏小燕好像对彩票中奖很吃惊 她也不主张花这笔钱 她一访常态啊 她没有兴奋起来 一般人得奖高兴得不得了啊 但是妻子很冷静 那现在看起来这不是冷静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等到妻子夏小燕下班回家以后 王鹏啊就把诉讼文件递给了她 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夏小燕看了诉状以后沉默了片刻 她承认 中奖的彩票确实是姐夫的 王鹏不相信呢 她的彩票怎么在你这啊 夏小燕听后她没有回答 王鹏啊就猛然想起来了 那天晚上妻子夏小燕根本就没有在家 她说是去朋友家住了 然后在第二天早上她回到家中 还带回来了这张彩票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夏小燕和姐夫那天晚上一定是见了面 否则姐夫的彩票怎么可能在妻子的身上 他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 这样一想啊 王鹏的心呢就往下一沉 面对王鹏的追问 妻子夏小燕坚决否认 但她也不肯说出事情的原委 无奈之下 王鹏决定打电话去问妻子的姐姐 夏小燕和姐姐啊 两个人是双胞胎的姐妹 两个人就像一个母子磕出来的一样 她不仅外形神态一模一样 就连声音也难分彼此 姐妹俩的感情也非常好 当年在姐夫工商住院前后啊 夏小燕就跟着姐姐照顾了姐夫一年多 难道是妻子在照顾姐夫的过程中和她有了关系 考虑到妻子姐妹俩这种孪生姐妹的关系非常密切 王鹏就认为 妻子的姐姐一定会知道彩票的秘密 于是啊 王鹏就打通了妻姐的电话 姐姐听完王鹏的怀疑之后 就跟她解释说 这件事情啊 三言两语说不清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小燕跟你姐夫绝对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问题我可以向你保证 王鹏还是不理解 如果他们俩没有关系 这张彩票怎么会在夏小燕的手中 姐夫听了以后啊 知误其词 没有说清 姐夫的彩票 为什么会在妹妹夏小燕的手中 您看 连双胞胎的姐姐也含糊其词 不交代事情的原委 那王鹏心里更坚定 夏小燕和姐夫 有染 于是 她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巨大的阴谋当中 为此啊 她向妻子夏小燕提出了离婚 姐姐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啊 马上就赶到了妹妹家进行调解 夏小燕呢 就哭诉自己的丈夫王鹏 疑神疑鬼 这日子啊 违法过了 王鹏听了以后啊 就立刻反驳道 不是我疑神疑鬼啊 而是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你现在害的我是丢人现眼 他们两个人呢 说着说着就当姐姐的面 吵了起来 姐姐看看自己也劝不通妹夫啊 和妹妹夏小燕呢 两个人就对视了一眼 她心一横 就对夏小燕说 小燕 你就跟她说实话吧 于是 夏小燕就把中奖彩票的来龙去脉 告诉了王鹏 原来当年夏小燕的姐夫出院以后 下半身瘫痪 起居都要依靠姐姐赵 绝望之下 夏小燕的姐夫天天就跟姐姐闹 姐姐为此感到活得很辛苦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男人走进了姐姐的生活 成为了她的情人 2015年5月的那个周末 这个情人呢 就邀请姐姐一起去郊区去度假 姐姐听后啊 她是左右为难 她既不忍心把丈夫丢在家中 她又不想失去和情人单独相处的这个机会 思前想后 她最后决定啊 让妹妹夏小燕 冒充自己一个晚上 于是啊 姐姐就把自己有情人的事 告诉了夏小燕 妹妹夏小燕 虽然听了以后有些吃惊 但是也在她的预料之中 因为毕竟这些年 姐姐一个人照顾姐夫和整个家庭 她早就被姐夫折磨得是身心疲惫 夏小燕还曾经预言 姐姐和姐夫早晚就得离婚 不过夏小燕对姐姐让她调包 去照顾姐夫一个晚上 她心里啊 还是有些为难 自己有家有口不说 那姐夫上半身还好使啊 她还能活动啊 毕竟她是个男人 一旦对自己有了过分亲热的举动 自己是拒绝还是接受 怎么办 姐姐看出了妹妹夏小燕为难 所以她就安慰妹妹夏小燕说 小燕啊 没问题 你姐夫整天在家里跟我闹 我们两个人呢 基本上不说话 也不住在一个房间里 你可以晚一点去 她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为了自己至亲的姐姐 妹妹夏小燕就决定帮忙 她就向丈夫王鹏撒谎说 说朋友家有点事情 我今晚啊 去朋友家不在家住了 结果晚上 夏小燕就去了姐姐家 赶到姐姐家家门口 她犹豫了好长时间 最后想想来也来了 为了姐姐啊 只好豁出去了 于是啊 她就开门进了屋 姐夫呢 以为自己妻子回来了 仍然在屋里玩着电脑 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 夏小燕呢 暗暗松了一口气 她洗脸刷牙以后 就进了卧室 在进卧室前对姐夫说 我先睡觉了啊 姐夫啊 扭头看了看她 还是没有认出来 夏小燕关上房门以后啊 她心神不定的躺在床上 很久啊 她都睡不着觉 一直听到 姐夫也洗漱和上床睡觉的声音之后 她才完全放松下来 迷迷糊糊啊 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 夏小燕啊 正要出门回家 因为这时候 她任务已经完成了呀 姐夫就在书房里对她说 桌子上有我挑的彩票号码 你今天去买了 她实际上 姐夫以为是在跟自己的老婆说呀 夏小燕啊 就答应了一声 拿着钱和纸条 快速地离开了姐姐家 在回家的路上 她在彩票销售店 打出了这一桌彩票 然后回到了自己家 准备等姐姐回来以后 把彩票交给姐姐 但是还没有等到 姐妹俩抽出时间见面 夏小燕的丈夫王鹏 就发现了这张彩票 而且当天晚上 还知道她中了大奖 并且 王鹏还幸福地计划着 如何使用这笔奖金 夏小燕这一下子焦虑了 怎样才能阻止自己的丈夫 你又不能说实话呀 第二天的时候 姐姐也打来电话说 姐夫也知道彩票中奖了 催她拿彩票去领奖金 这一下子 这个孪生姐妹俩彻底傻眼了 一旦告诉了两个男人实情 那势必导致 姐姐的婚外情 大白于天下 如果瞒着不说 那妹妹的婚姻呢 也可能破裂 那到底应该怎么解决 这个棘手的问题呢 还没有等到 夏小燕姐妹俩想出 合适的办法来 解决这样一个难题 夏小燕的丈夫啊 就快速出手 利用这些奖金呢 买了一套房子 眼看着这彩票中奖的事 是越来越复杂 姐妹俩啊 谁也不敢给自己的老公说实话 他们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 决定先拖一段时间再说吧 姐姐回家就向丈夫解释说 妹妹前一段时间要借钱买房子 自己啊 就把中奖的彩票给了她 让她去对奖先用了 丈夫听了以后啊 心里有点不高兴 但是想一想呢 妹妹夏小燕和妹夫王鹏 他们两口啊 在她受伤以后 可以说尽心竭力的照顾她 她也不好意思啊 马上表示反对 于是啊 这个孪生姐妹俩就像鸵鸟一样 把脑子扎到那个沙子里 就以为这样拖下去 拖一段时间再说 然后慢慢再想办法 把这个窟窿给补起来 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姐夫突然向王鹏要了钱 并且在王鹏拒绝还钱的前提下 打起了官司 这件事情啊 想包也包不住了 真相大白之后 姐姐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希望妹夫原谅妹妹 妹夫会答应吗 我可以不和小燕离婚 但是中奖的奖金 我是不能还给你 眼看着自己辛苦中彩票 奖金被妹夫强行霸占 姐夫该怎么办 姐夫不愿意撤送 法院为此啊 开庭进行了审礼 并且追加姐姐为共同的原告 这笔奖金最后究竟会判给谁 得知真相的姐夫 又如何面对她的婚姻 孪生姐妹调包记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夏小燕呢 就把她们孪生姐妹调包记的经过 告诉了王鹏 姐姐啊 在讲完之后 马上就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说这件事啊 都是我安排的 跟我妹妹夏小燕没有关系 希望王鹏啊 能够谅解 王鹏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啊 姐姐竟然让妻子 为她的婚外情打掩护 让自己误以为妻子中了奖 空欢喜了一场不说 现在竟然被姐夫告上了法庭 姐夫现在要钱 自己肯定拿不出来这笔钱 但这官司又打不赢 你想想 还不了钱还要丢人现眼 这个后果 自己无论如何是不能承担的 于是王鹏不满的对姐姐说 你这样做 差点把我的家猜散 既然你说是你的责任 那好 我相信你 我可以不和小燕离婚 但是中奖的奖金 我是不能还给你 你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小燕假冒你陪姐夫过夜的代价 姐姐听了以后啊 无言以对啊 夏小燕呢 她也不敢劝自己的丈夫还钱 现在 妹妹两口 虽然不闹离婚了 但是 法院的诉讼还没有解决 姐姐劝和了妹妹两口 知道钱只要不还 那这件事仍然没有解决 长痛不如短痛 与其瞒不住的时候 事情败露 还不如自己主动向丈夫说明情况 不管是什么后果 一个人做事 一个人担 于是啊 姐姐回到家 也向丈夫坦白了事情的经过 也如是说了 丈夫有病以后 由于不断的吵闹 已经让她濒临崩溃 身心疲惫 姐姐没有想到 丈夫在听完之后 竟然一反常态的没有发火 反而说 我要冷静的思考一下 其实啊 姐夫在不发火的时候 她也是个明白人 她知道妻子有婚外情 不单是生理上的原因 还有自己暴躁的态度 实际上在驱赶她 离开自己 尽管妻子有婚外情 对她来讲是不堪忍受的 但是现在自己 已经不能给妻子幸福了 而且还要拖累她一辈子 在冷静的思考之后 姐夫就告诉姐姐 如果你和情人分手 咱们两个人还可以 和好如初 如果你跟着我不幸福 我同意和你离婚 但是 我告诉你 妹妹夏小燕和妹夫王鹏 他们拿走的奖金 这是我辛辛苦苦挑的号码 这个钱 必须要回来 姐姐和姐夫的感情纠葛 也暂时平息了 但是由于姐夫不愿意撤诉 法院为此开庭 进行了审理 并且追加双胞胎姐姐 为共同的原告 在法庭上 双方当事人都向法官 如实讲了事情的真实经过 那么这笔彩票奖金 到底会判给谁所有 法官当庭就指出 根据这些事实 本案的性质 不是借款纠纷 而是不当得利纠纷 姐夫说了 由于自己误认夏小燕为妻子 交代她买彩票 现在他们对讲后 钱不给她 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当得利 应当返还给她本金加利息 但是被告 王鹏不愿意换钱 她说姐夫不可能认不出来 自己的妻子和夏小燕 她把钱和挑选的彩票号码 给夏小燕 实际上是对夏小燕 照顾她一晚上的酬劳 这是馈赠 他们不应当返还 那么讲到这里 夏小燕和王鹏 这两个被告 拿这笔钱 有法律依据吗 这就是我们今天 要讲的法律问题 不当得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所谓的不当得利 是指没有合法依据 使他人受有损失 而自己获得的一种利益 它的成立要件是什么呢 就是一方取得了财产性的利益 导致另一方受损失 而取得利益和受损失之间 有因果关系 但是没有法律上的根据 我国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 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他人损失的 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 返还受损失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把不当得利益 归结为利益当返还 你得到的利益 应该返还给对方 那么以此来对照本案 夏小燕是受姐夫委托 买彩票 不是姐夫送给他 所谓照顾姐夫获得报酬 这样一个说法 当身之间并没有形成共识 所以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原告基于重大误解 将被告夏小燕 误认为是自己的妻子 所以把钱交给他 代为购买已经确定号码的彩票 而后彩票中奖 被告领取奖金的行为 没有事实和法律上的依据 已经构成了不当得利 故判决被告 返还原告中奖的奖金 但是驳回了姐夫 要求支付利息的请求 法院一审判决作出以后 被告夏小燕和王鹏没有上诉 但是因彩票中奖而带来的家庭矛盾 并没有就此停息 王鹏觉得 妻子为了帮助双胞胎姐姐 不惜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情 为此她要求和夏小燕离婚 夏小燕看到自己的后院又起火了 就找到姐姐 责怪姐姐 说我为了你 自己的家庭就要解体了 正是你姐姐当初不负责任的决定 等于害了我 害了我这个家庭 她要求姐姐 必须负责解决这场纠纷 姐姐可以说是心中充满了歉疚之情 她为了挽救妹妹的婚姻 她和自己的丈夫触席谈心 两个人解开了心结 姐姐表示自己要斩断婚外情 全身心的回归家庭 而姐夫承认自己对姐姐的出轨 也有责任 和好如初这样一个愿望 既然离自己的家庭现在和睦了 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妹妹的家庭硝烟四起 于是啊 姐夫就决定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份生效的判决书 她愿意两家评分这笔彩票中奖的奖金 姐夫做出这个决定以后 姐姐就用轮椅推着丈夫来到了妹妹夏小燕家 把丈夫做出的奖金处理决定告诉了他们夫妻二人 而且姐姐再次真诚的道歉说 责任都在我身上 王鹏看到这一切 也明确表示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有些赌气 如果真让她和妻子小燕离婚的话 那自己一定会后悔一辈子 她明确表示 我绝不会和妻子离婚了 就这样 四个人都解开了心结 两个家庭也都逐渐恢复了往昔的平静 这一出荒唐的双生姐妹调包记 画上了一个美好的句号 观众朋友 犹如月有殷勤圆缺 人生也总是有缺憾的 姐姐的幸福生活 止于丈夫的受伤 夏小燕的婚姻又差一点毁于谎言 调包记的失策 不单是这个彩票恰好中了奖 其隐含的内在意识 假象必然被真相揭开 所以出现问题的家庭 是不能回避问题的 而应当面对现实 考虑如何来解决这问题 好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年关将至 男子却到派出所报案 控诉第三者霸占了他的家庭 立刻派出民警赶往刘刚的家中 刘刚所说的第三者是个女人 他的妻子该如何解释 我曾经是陈霞的嫂子 妻子的小姑子 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让这家的男主人认为 她是第三者 疯狂的小姑子 明日播出